男人从小被确诊为智长 智商只有75 但在部队里 教官视他为天才珍宝 因为他不仅是个听命令的好士兵 而且总是能率先装好枪支的子弹 然后向教官汇报 教官喜出望外 连声夸奖他真是个天才 阿甘创造的奇迹不仅如此 从小被欺负到大的他 遇到坏蛋只会傻傻地奔跑 却因为跑得太快 被教练慧眼十珠 进入国家队 一路保送了大雪 随部队到越南打仗 却一口气救了五个人 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 打几下乒乓球 就被发现天赋异禀 被派去中国参与建交 和残疾人一起出海补下 却意外赚得盆波满波 成为百万富翁 这如同爽文一般的开挂人生 还要从他小时候说起 智商只有75的阿甘 从小就没有小朋友愿意和他一起玩 但初次见面的珍妮 却向他发出了邀请 哪怕多年后阿甘已长大成人 也仍然记得这个他听到最甜的声音 珍妮就像天使一般 照亮了阿甘自卑的内心 从此他就进入了阿甘的生命里 他们成为了形影不离的伙伴 由于阿甘看起来傻傻的 而且腿部有残疾 他经常被人欺负 阿甘被坏小子扔的石头砸伤了脑袋 珍妮让他快跑 后面的坏小子骑着单车 在奋力追赶他 阿甘只能踩着脚撑 一瘸一拐地奔跑起来 他以一种奇怪的姿势 在挣脱束缚 只见脚撑慢慢散开来 他的双脚跑出了自由的形状 有力地向前进 如同疾风一般 他的速度之快 让三个骑单车的坏小子 都追不上他 他先天残疾 却自强不息 在妈妈出租房子给租客的日子里 阿甘和其中一个年轻人玩的投机 在年轻人的伴奏下 他踩着脚撑 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舞步 没想到 再次见到年轻人时 已经是在电视上了 他就是猫王 猫王的舞步正式模仿阿甘的 这也说明阿甘的天赋异禀 但他仍然是个孤独的小孩 直到他遇到珍妮 珍妮也是个命苦的娃 他的爸爸酗酒成性 喝成醉鬼后就动手打他 珍妮在爸爸的阴影下长大 他总是渴望逃离这个家 成为一只小鸟飞走 再也不回头 阿甘也陪他跪着前程祈祷 他们将对方是做最好的朋友 哪怕长大也不会改变 同样的场景 在被坏小子追打的情况下 珍妮让他快跑 但这一次 阿甘一路跑到了橄榄球场 机缘巧合之下 他出色的奔跑能力被教练相中 让他成为了运动员中的一员 他的奔办法奔跑 却成为了制胜法宝 在众人的呼声中 他竟然直接跑出了球场 但就是这样一个纯种傻瓜 凭自己出色的奔跑能力 考上了大学 珍妮也成了大学生 谈了男朋友 阿甘看到珍妮在车内被男友要挟 他不能束手旁观 只见他挺身而出 打开车门 将他的男友狠狠揍了一顿 珍妮哭笑不得 把不懂事的他赶到一边去 随后和男友解释阿甘是智障 但原本和他在车内亲热的男友 被阿甘揍了一顿后 已经被惹恼了 眼看男友气急败坏地离开 珍妮对他大发脾气 毫无疑问 阿甘成功地破坏了一场约会 但他还是傻傻地拿出了准备的礼物 珍妮无奈地收下了他的巧克力 毕业后他顺利入伍了 在枯燥的部队生活里 队友递给他一本杂志解门 但让阿甘大为震惊的是 杂志上赫然展现着珍妮的身姿 非常少而不已 阿甘抽出时间从部队出来 只为看珍妮的演出 但他只拿着吉他遮挡身体 一丝不挂地在舞台上现场 台下的观众都在猥琐地讨论他 但珍妮不为所动 珍妮咒骂着骚扰他的观众 阿甘见状 直接给了观众两拳 然后上台要把珍妮抱走 但珍妮甩手离开 他不愿意阿甘来干涉他的自由 哪怕这是他眼中保护他的方式 珍妮总是向往视于远方 阿甘则总是在傻傻地守护他 直到他即将被派去越南打仗 珍妮才消了气 和他好好道别 阿甘表示他会一直给珍妮写信 二人就此别过 阿甘来到了越南 见到了单中卫 在他的领导下 阿甘在慢慢适应备战生活 但战争总是来着猝不及防 阿甘看着战友在面前被射杀 他慌忙匍匐离开 损失惨重的部队不得不撤退 好朋友让他快跑 36计跑为上级 阿甘跑得最快 他成了唯一一个逃出来的人 但他想起好朋友还留在战场上 就撒腿返回救人 他一口气救了好几个人 当他也想救助单中卫时 单中卫却对他破口大骂 因为他知道自己八成要残废 还不如就这样战死沙场 总可以留得一个为国捐躯的名声 但阿甘不听命令 执意把单中卫背了回来 当他终于找到好朋友时 身后的战斗机丢下了无数的炸弹 战火差点就要炸飞他们 他们却死里逃生了 不过伤势严重的好朋友 却再也醒不来了 单中卫也被切除了双腿 成为郁郁不得志的残疾人 但是性格倔强要强的他 怎么可以忍受自己的残疾 因此他总是陷入惨痛的心理窗上 无法走出荣誉感和屈辱感的重叠 他身为中卫 却被阿甘剥夺了为国捐躯的机会 所以他痛恨阿甘救了他 阿甘倒是顺风顺水 被风风光光地表彰 还被邀请上台演讲 没说两句 就有人把话筒的线拔掉了 没有人听见他到底讲了什么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和心爱的女孩重逢了 他们躺过水奔向对方 在水池中央相拥 阿甘和珍妮聊着这些年的遭遇 他们在彼此的生命中出现又离开 却从未质疑过对彼此的爱 阿甘又在新的领域发光发亮 他打乒乓又快又准 因此被派去中国 参与了乒乓外交 功成名就的阿甘 遇到了落魄的单中卫 他坐着轮椅 总是一脸愤恨 曾经的他那么意气风发 如今却只能靠酗酒度日 不仅是他如此颓废 珍妮也处在生命的边缘 惶惶度日 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 就在他要一脚踩空跳楼时 看着川流不息的车辆 他的内心又产生了恐惧退缩回来 颓废的单中卫 也开始摸索后半生的道路 就这样两个不懂行的菜鸟 在暴风雨天仍然出海 他们真是命运 双双幸免于难 收获满满 将补下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他们成为了百万富翁 但中卫的心理疾病也因此治愈了 但好景不长 阿甘的妈妈收到了病危通知书 她还是采用老办法 一路跑着回家 看到床上虚弱的妈妈 仍然在安慰自己 阿甘成车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多年后阿甘坐在长椅上 将自己的故事讲给路人听 她仍然会记得妈妈对她说过的话 她会带着妈妈的叮嘱 继续奔跑 也许这就是她的命运 没有理由又执着己见 她一跑成名 吸引了不少记者采访她 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偶像和领跑者 不过她从来没有功力的目的 所以就连停止奔跑 也只是因为单纯的累了 她回到了家中休息 也收到了来自珍妮的信 让她来到珍妮家中见一面 阿甘在长椅上边等公交 边和路人们讲述自己的精彩人生 聆听她故事的老太太笑了 她告诉她不必等公交 因为珍妮家就在几个街区外 于是阿甘又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 如愿以偿地见到了珍妮 让她惊讶的是珍妮已经有了孩子 原来珍妮为她剩下孩子 却一声不吭地把孩子抚养长大了 阿甘甚至担心孩子会遗传她的智商 得知孩子非常聪明 阿甘才松了口气 不过珍妮此次找到她 也是为了说明自己已身患绝症 命不久已了 但身为孩子的妈妈 她并没有勇气和阿甘提出结婚 因为她曾经的堕落 让她认为自己配不上阿甘 但阿甘认定珍妮是自己的女孩 所以从未放弃过她 在简单的婚礼上 他们终于执子之手 成为彼此的唯一 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珍妮没能享福多久 就在病榻上离世了 在相似的场景中 阿甘和宋别妈妈一样 和珍妮说了再见 她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 像儿时和爸爸等校车那样 她和孩子坐在树墩上 等待校车的到来 看着孩子幼小的背影 踏上校车 阿甘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像是生命的轮回 也许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 也终将这样结束 在开巧克力盲盒的偶然中 顺应自己的命运 并努力与她抗衡 终将笨鸟先飞 成就自己的人生 这便是阿甘的故事